大家好,今天要討論的是彈簧的性質 我們上次有講到虎克定律 F等於KS F是彈簧的回復力 X是生長量 K是彈力常數 如果K很大的話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這樣想 是一個定律F 在一個彈簧上 這個彈簧的K 也就是他的彈力常數 如果是很大的話 那麼我就會得到一個很小的生長量 反之如果我同樣是一個一樣大的力 所以在另外一個彈力常數 K比較小的彈簧上 我就會得到一個比較大的形變量 換句話說如果K大的話 則形變量小 那就代表這是一個非常難拉的彈簧 如果K小的話 那就代表著X是大的 也就是我私一樣的力會得到比較大的形變 那就代表這個K小的話呢 彈簧是比較好拉的 所以K大就是難拉的彈簧 K小就是一壓開的彈簧 好那我們進入下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有一個彈簧 我們把左端綁在牆壁上 右端能施力F拉開它 結果我得到X的生長量 請問一下 如果呢今天我將這一個 一模一樣的彈簧 從牆壁上解開來 放到這邊來 然後呢我一樣 左邊施力F 右邊我也施力F 我施力2F 在不同的方向上 將這個彈簧給張開 請問一下今天 彈簧的形變量會變成多少呢 很多人都會說這個形變量將會變成 2X 理由是怎麼樣呢 因為這個彈簧本來受到我施力是F 它就升長了X 可是我今天施力是2F 左邊也是一個力 右邊也是一個力 所以它的生長量應該是2X 可是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犯了一個錯誤了 這個東西不會是2X 你去消掉 其實它的生長量是一模一樣的 那為什麼呢 我們來思考一下 遇到這種有懷疑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清楚的畫出 力圖 請問一下 右邊這個彈簧 兩個受的左右兩個力4都是F 換句話說這個彈簧 它所受的合力是為0的 於是它就禁止 盡力平衡在這邊 然後被拉開一個形變量 同理啊 左邊這個彈簧 它只受一個力F嗎 如果它只受一個人拉的力F的話 它就應該向右做等加速度運動啊 顯然不是嘛 它在這邊禁止然後被拉開 換句話說 這個左邊的彈簧 它應該有受到一個向左的力 而且這個向左的力呢 方向跟向右的力 剛好方向相反 大小相同 抵消合力為0 才會使得被綁在牆上的彈簧 也盡力平衡被拉開長度X 所以 我們如果將左邊這張彈簧的力圖 也畫出來的話 會發現這兩個情形的力圖 根本就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的生長量 也應該一模一樣 之所以剛剛會有誤解 就是因為我們忽略了 其實牆壁也會對 左邊這個彈簧 施以向左的力 跟人所施的力 一模一樣大的F的力 然後使彈簧拉開 再盡力平衡在這邊 兩張圖形的力圖一模一樣 故他們會有一模一樣的生長量 有了這樣的idea之後呢 我們就要知道 以後如果要來分析彈簧的受力情形的話 我們要注意 要將彈簧左右兩端的受力 都給畫出來 然後再用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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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樣的